专家表示,月子中心是保健机构而非医疗机构,虽然目前已出台广东省社会母婴保健服务机构服务指南,实际上如何保诈该行业受到严格监管并不明细。 专家建议,女性在选择月子中心时,仍持注重洗衣护背景,医院设备应俱全,还有各种美容设施。 南山区是深圳的高兴科技区,也是许多高消费场所的聚集地,很多高端的月子会所也看上了这里的高消费土壤。 纷纷在此开店迎宾,一家月子中心,坐落在南山山脚下,毗邻一只公园,拥有独栋小洋楼,共有藏35个房间。 每个房间有内外两厅,外厅用于月桑陪虎宝宝,内厅用于妈妈休息,整个流浪为空中花园。 不少人正带着宝宝在这里进行日光浴,有时还用于举办自助餐等活动。 而该月子中心的负责人介绍,套餐一般三十,请请订入住提供一对一的服务。 有24小时接生照顾母婴的月嫂,有医生寻宝和护士照见护理,出示每天现做的六段月子餐饮,根据套餐,还有数量不等的中衣条理,产后修身项目。 价格则根据产附入住时长河套餐选择从近十万到近三十万度等。 我们的预定已经排到了明年初了,想要预定最好提前六到八个月吧。 其负责人介绍,住五星级酒店采取母婴同事,选择在酒店进行月子服务,考虑到了要被妈妈们提供向阳的房间。 而且刺激性比较强,从宝宝喜悦到妈妈进食,产后身材管理等。 两个护士轮流,20次小时贴身照顾,所有的项目都在套房内完成。 每天加人的探视次数只有两次,月子中心能提供一天六餐。 除了美食,月子中心还提供了丰富的业余活动,从宝宝为两颗产后修复等知识讲座,到面包空背, 如如到制作到手工课程,基本上只要你想得到的都有,我感觉做月子平时更充实。 他说,月子期间,他住的是三房两位个高级房,有护士以一对一照顾宝宝, 一时每时间会根据产妇的体制进行一次调整,还有专业的营养师与产妇沟通。 此外,生活体制已有生活助理服务,负责每天打扫卫生和起义副, 为妈妈提供中药洗头,踏脏抛脚等服务。 专家建议,选择月子中心需注重服务内涵,月子中心属于保健机构, 但目前缺乏对其的监督和验收,例如环境、卫生、食品及医护技能等。 此外,集体环境对于婴儿而言危险性极高, 建议使用独立空间以及医护人员全流程照顾等。 如何看待目前,土豪及月子中心的现象? 朱舍宁认为,高端月子中心在环境上优势明显, 但更应该体现在服务质量上, 消费者宁关注及服务人员, 几配相关的资格证明, 同时也要理性消费。 不论价格高低,医疗保障都应是首要选项, 高端月子中心更应该在服务人员的质量上严格把关, 专科护士起码需要三年以上的专科工作经验, 才算比较成熟。 不只是生理的指导和护理, 心理上也应当有相应的专业指导, 例如配备营养师、心理师等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